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除了太平洋高压之外呢 还有的就是呢低气压的这个热带扰动 它还没有到这个这个这个台风啊 轻度台风啊这样子的一个等级啊 而且它的环境条件呢也不适合 所以应该不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呢光是这个热带扰动带来的一些水气 以及环境呢就会对于台湾带来一些 比较多一点的水气跟不稳定的天气 尤其是南部地区 包括了恒春半岛啦 还有东南部地区啦 今天呢都可能是全天有雨的天气状况 好这个是呢主要的变数 那至于在中部以北地区 还是白天高温炎热 但是呢午后可能雷震雨的几率 稍微的要比昨天前天高一点 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中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3度 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的几率就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那如果是屏东恒春 还有尤其是台东地区呢 可能就会是全天有雨 降雨几率高达7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在东部地区要特别注意的呢 是花莲县重谷 还有包括像宜兰台东啦 比较偏河谷 然后呢或者是靠近山的这个山脚下呢 比较容易出现成降雨的 这一个气流的温度上升的影响 所以呢白天的温度在中午前后 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 甚至于花莲县重谷 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 澎湖地区侵蚀多云 降雨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台南都是29度 高雄宜兰花莲台东 还有澎湖目前都是28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昨天呢开高 不过呢最后呢 那么这个除了费城半导体之外呢 都翻黑哦 那么道琼工艺指数呢 最后下跌了192点 收盘指数是30,981点 跌幅0.62% 纳斯达克下跌了107点 收盘指数是11264点 跌幅0.95%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5.63点 收盘指数是3818.80点 跌幅0.92% 只有费城半导体 是小涨了4.49点 收盘指数是2558.17点 涨幅0.18% 市场呢仍旧围绕在一个 这个担心衰退的疑虑 尤其是两年期跟十年期 公债殖利率 这一个倒挂呢 而且更扩大了它之间的利差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上升到了3.051% 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则是来到2.971% 所以呢 这个两年期的比十年期的 其实还高出了 0.08个百分点 那这个差别呢 其实是反而扩大了 那么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上升呢 反映的是市场认为 联准会呢 未来还会在更积极的升息 尤其是礼拜三呢 即将要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么白宫已经出来呢 再度的消毒说 可能会更高 但没关系 那都已经是过趋势了 未来7月的部分呢 就会降低 可见的6月 就礼拜三要公布的CPI 会更高 会比5月份的8.6%呢 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呢 联准会势必未来 还要再继续更积极的升息 所以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上升 反映的是短期之内要升息 而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则的下滑 反映的呢 则是未来可能会衰退 而因为未来可能会衰退 所以现在的2.971% 就长期的收益来讲的话 已经是很不错了 所以现在资金呢 开始又快速的回流到 这个美国的公债 这一点呢 是值得观察的 好 所以但是呢 这种两年期跟10年期公债 殖利率倒挂 代表的是短期之内 可能面对衰退的压力 越来越大 那么除了美国股市的部分之外呢 我们看到油价更是大跌 油价的大跌 除了担心衰退 然后美元超强之外呢 还有一个因素是 担心中国大陆的封城 好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呢 是大跌了8.2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5.84美元 跌幅高达7.93% 北海布兰特原油 也大跌了7.6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9.49美元 跌幅7.11% 那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也都是全数大跌的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53点 跌幅3.53% 而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跌了5.25% 芝加哥玉米期货 跌了6.71%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这贵金属的部分呢 也是全数下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继续下跌了6.9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 1724.80美元 跌幅0.4% 白银的期货跌了0.9% 铜的期货跌了4.51% 把金的期货跌了7.18% 那么贵金属的下跌 其实反映了一件事情 因为美元指数现在超强 所以呢 以这个美元计价的原物料价格 就相对都是要下跌 否则的话呢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其实几乎是买不起了啊 那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呢 现在担心未来会衰退 所以呢 资金已经开始涌向 长天期的公债 你看到美国的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从3.5%降到3%以内 反映的就是觉得 未来会衰退啊 那既然未来会衰退的话 最终明年后年 也许联准会就要再降息 这个时候呢 预先反映了债券 可能价格又会再上涨 所以呢 我们看到资金也涌向了债券 所以呢反而使得 黄金的避险的光芒呢 锐减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继续小涨了 0.13个百分点 来到了108.17 这里面呢 美元对欧元对英镑 还有对加拿大币呢 都是小幅度的升值 欧元对美元呢 现在是来到呢 1欧元兑换的是1.0035美元 其实呢 就是在近乎1比1的情况 不过资金呢 有一部分的涌向了日元作为避险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美国跟日本的财政部长会面 那大家在担心说 他会不会表示 美日要共同来干预 让日元不要继续贬值 不过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呢 那么美国财政部长 出来的说话呢 暗示他们不干预 所以呢 日元恐怕还要继续的贬值 那么接下来再看到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昨天都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 英国金融事报 白云股价指数 小涨了13点 涨幅0.1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47点 涨幅0.8%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上涨了73点 涨幅0.57%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其实美国的这个标普白企业 那么今年的第二季 他们所发放的鼓励 应该是会攀历史的新高 那么他们目前呢 预测第二季所配发的鼓励呢 是1406亿美元 这个呢 比第一季的时候的1376亿 还要再增加 更比去年同期的1234亿 要来的增加很多 而且估算今年全年了 那么标普白企业 所发放的鼓励 将会比去年呢 增加两位数的成长 那么估计呢 可以增加10% 那么来到呢 5600多亿美元 那么虽然股力不断不断的增加 但是呢 担心那个经济衰退的压力 还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 根据巴伦州看的这个报道 现在呢 这最近这几个礼拜 至今呢 快速的回流到 债券基金 那么按照这个统计 过去一个礼拜 债券基金净流入的规模 高达了78亿美元 那么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在衰退的时候 寻求避风港 好 所以呢 我们接着就要来看 衰退的压力哦 那么这个欧洲 欧洲指委会呢 已经提出了预告 他们即将要再度的下修 今年经营成长率的预测 然后上调通货膨胀率的预测 所以呢 停滞性通膨 这个通膨还要再往上调 经济成长还要再往下修 那么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呢 欧盟已经将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下修为2.7% 但现在看起来呢 因为能源危机的关系 所以还要继续的下调 那我们也看到呢 德国呢 昨天公布七月份的 投资人信心 就重挫了 这个 这个 重挫指数是重挫 从负的28 重挫到负的53.5 创下了11年来 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反映的是 现在呢 德国的能源危机 欧洲的能源危机 对于德国的信心呢 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好 另外我们看到 澳洲的部分呢 也同样的是 消费者信心连七个月下滑 好 那么因为呢 欧洲的经济呢 可能衰退的压力更大 我们看到欧元呢 已经出现了20年来首度的 对美元是1比1 而且呢 现在看起来呢 欧洲的经济 因为那么前景比美元 还要来的暗淡 所以呢 恐怕在未来 整个的欧元呢 其实压力还是非常的大 而在国际货币当中呢 亚洲货币对美元呢 其实也是普遍的弱势 那么现在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分析 亚洲如果要采取反向的汇率债 也就是阻止它的汇率贬值 恐怕不见得有胜算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几个 亚洲货币当中的情况 首先在日元的部分 贬值到了137对1美元 今天凌晨的时候 小幅升值 但是呢 昨天美国跟日本的 财政部长会面之后呢 那么美国财政部长 叶伦会后表示 他说整体的观点 他们认为日本跟美国 还有七大工业国 都应该拥有 自由市场决定的汇率 这是不干预 很重要的一个宣誓 他说只有在非常罕见 而且呢 明显有外力的环境情况之下呢 才有必要干预汇市 他们没有讨论干预的事 所以呢 这个对于日元未来 恐怕还是趋于贬值的情况 那亚洲各国其实态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泰国 虽然今年以来贬值相当的多 今年以来泰租对美元已经贬值了超过8% 但是泰国并不打算要阻止泰租的贬值 因为呢 那么越低的这个泰租有助于泰国振兴观光业 好像吸引很多的观光客去泰国 那么印尼跟马来西亚呢 虽然也贬值 但是贬值幅度其实只有4% 5% 其实相对其他的国家来讲 其实贬值幅度相当的低 那主要是因为它的原物料呢 其实出口呢还是非常的顺畅 所以他们也没有足贬的计划 现在主要有阻止贬值的计划的呢 是印度啊 那么印度因为它这个大量的能源进口 所以呢压力是非常的大 已经采取了一些 就是一边呢希望资金不要外流 另外一边呢对于外资呢 做了一些放宽 希望能够更加的涌入印度 那么但是呢目前呢成效恐怕是有限的 而另外一个要观察的是人民币 人民币呢在美元几涨的情况之下呢 最近其实也急剧的贬值 昨天呢人民币对美元的 在人民币已经贬到了6.7345 人民币对亿美元 创下了大概一个多月来的新低 那现在看起来 你从官方的报价来看的话呢 似乎也并没有要足贬的一个这个情况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 是这个原油的部分 虽然我们看到说原油的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大跌 不过昨天呢包括了国际能源署 还有包括了欧佩 他们最新的这个能源需求的预测 认为明年还是供不应求 大概差额是在100万桶 好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新兴市场的不良公债 这个新兴市场不良公债呢 其实它区分就它现在呢 它的利率比美国的10年期公债值利率还要高10个百分点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利率值利率高达13%以上的不良债券呢 大概有2370亿美元 那么会不会因为斯里兰卡的破产而有股盘效应 这是大家在观察的 好另外呢 昨天呢在陆港股的部分呢 那么都出现了下跌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传出这个比亚迪的大股东 这个巴菲特是不是出清了比亚迪的这个股票啊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花旗银行在7月9号呢 原本他所持有的比亚迪股份是1.63亿股 但到了11号的时候呢 突然增加到3.88亿股 增加了2.25亿股 那这个数字刚好其实就是巴菲特投资比亚迪的股份 也只有巴菲特拥有这么大的股权 那是不是巴菲特这个出清呢 那比亚迪说大股都没有公告要出清 那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是一个问号也可能是借券 但无论如何这使得呢 昨天入股下沙 上证综合指数呢 下跌了32点 收盘指数3281点 跌幅0.97% 深圳层指下跌了177点 收盘指数12439点 跌幅1.41% 那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大跌了279点 跌幅高达1.32%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是信心崩溃式的电金船 电子金融传产都下沙 大跌了389点 收盘指数13950点 跌幅高达2.72% 成交金额1996亿元 不过昨天晚间的时候呢 国安基金呢 宣布 那么举行临时会 并且授权国安基金呢 从今天开始可以进场互盘 那提出的理由非常的多 当礼拜一才说不要 然后但是昨天晚上呢 突然又说要进场互盘 好 不过这个呢 立刻使得台子旗的夜盘 那么出现了大涨 那么台子旗的夜盘呢 大涨了319点 而台股相关的ADR当中 也就表现的相对强劲 好那最后呢 鸿海集团底下的工业复联 底下的基金 那么这个正式的入主 这个紫光 紫光宣布破产之后的重组之后呢 那么这个拉近了战略投资人 置入资本 那现在鸿海的子公司也要加入了 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的